司法院大法官坐一排公告 世自793號揭示 黨產條例不危險 青空百年大黨背水一戰 宣告失敗 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方式 來取得累積的財產 保持了政黨間 冷藍有競爭機會的不平等狀態 那麼因此國家 冷藍應該採取匡政的措施 黨產條例四年前上路 國民黨跳腳提出多案訴訟 更提出條例根本是 提出憲法一役申請事件 大法官在6月底延遲辯論後 公告結果重機濫淫 蔡政府用人為律的狀況底下 我們早就預期 但是在這種狀況底下 也就更加證明一件事情 蔡政府不只違法 違憲的事情都可以做得出來 總計黨產會三年來 針對15個行政處分認定 國民黨附水組織包含 附聯會 救國團 中央投資 中影 中廣公司等 大動作追徵土地 凍結黨產 導致薪水難發 這回結果出爐 形同來應近千億黨產歸零 我們認為說這個其實都是 對於未來我們的轉型正義 以及黨產的追討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把國民黨的黨產 當成是他們政治上面的提款機 即便何一廷七名法官 認定黨產條例有違憲疑議 向大法官申請示現 結果出爐被解讀鷹派大法官團結抗戰 一錘定音 宣布黨產如何認定將有所依循 身為黨主席 江啟臣滿滿無奈 因為近千億資產想拿回來 恐怕是難上加難 記者是文獻衛文宣 SNG小組 台北報導